之前测过了好多游戏本 今天给大家换个口味 给大家来测测专业领域的移动工作站 今天视频的主角是ThinkPad的旗舰级别工作站 但是3000克的重量 带脚垫4厘米的厚度 从这恐无有力的身材就不难看出 这台旗舰走的是偏沉稳的生产力路线 是的 本期视频我们要介绍的 正是这台来自ThinkPad的P16-2 作为目前ThinkPad家族里最大的移动工作站 它的实力究竟如何 又具备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首先照例介绍一下机器的基本配置 处理器搭载了目前的移动端Intel旗舰处理器 i9-13980HX 显卡是专业卡中的旗舰RTX5000 ADA 内存则是双通道64GB 4000MHz 硬盘是2TB的海力士PC801 屏幕是一块16-10比例3840×2400 100% DCI-P3的IPS屏幕 值得一提的是 这块屏幕的最大亮度超过了800尼特 字面意义上的亮眼 这台皇帝版目前官网标价64,999元 是我们今年评测过最贵的笔记本了 两台Y9000K还能找补 不过它的配置选择余地也很大 处理器、显卡包括屏幕都有多种规格 官网最低可选i7-13700HX加上RTXA1000 机器也能扩充到192GB内存加上8TB的固态硬盘 此外今天这款P16在三年保修的基础上支持一年的硬盘数据恢复 两年切成24小时的专线客服以及上门维修 第一年内的闪修服务还能保证在报修的第二个工作日24点前修好 体会过重要时间节点工作机突然歇菜的用户应该会等这项服务的含金量 虽然价格很酷炫 但是外观就没这么花哨了 表现得更加沉稳和工作法 A面为金属材质 其余部分是工绳塑料 机身厚度28.96-32.1mm 连脚件最厚处则可以达到40.37mm 再加上3.05千克的重量 便携性不是很理想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身材 P16整机带来了一种齐徐如铃的从容和沉稳 机身强度非常高 很符合我对移动工作站的想象 尾部一抹鲜红和黑灰机身之间的经典状测 又很好地综合了笨重和老气 机器往桌上一放 无论干什么都看起来很像是在工作 机身左侧是一个5G的USB-A 一个10G的C口 3.5mm的耳麦口 右侧是另一个5G的A口和SD卡槽 尾部则是一对雷电4接口 以及电源口和HDMI2.1 3C2A的接口数量对于16英寸的电脑来说还能接受 但是作为一台厚度超过3厘米的移动工作站 机身上居然没有RJ45网口啊 想插网线的话还得用扩展物转接 这就让人有些难受了 配备的适配器是230W的小砖头 不算很重 考虑到P16的受众更多是办公室内的移动 能够理解 D面有一块盖板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两个空置的内存插槽 和一个2280的硬盘位 可以快速完成内存的扩容 原装的内印则被安放在了主板的另一面 4插槽情况下 因为Intel的限制 内存频率被锁定在了4000MHz 单手打开A面 屏幕支持超过180度开合 虽然很厚重 但是屏轴的阻拟感和稳定性堪称完美 随动随停 C面的设计相对传统 键盘采望的是防波件设计 上方是养生器 触摸板是玻璃材质 滑动和点按的手感都很好 延续了一贯的商务本特性 ThinkPad标志性的小红点和实体键当然也不能缺席 键盘布局继续延伸传统 键程是1.5mm 手感则稍显现绵软了一些 不过在笔记本里依旧是很好的水平 PageUp PageDown Delete Home键都是独立按键 右上方电源键则支持指纹识别 同时上方摄像头也支持扔脸解锁 可以自由选择 ThinkPad的指纹识别能够防3D假手指 而且有过流保护 屏幕四面边框宽度都不小 考虑到工作站的属性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毕竟安全性防磕碰上一定更好 屏幕是一块16英寸16比10比1的IPS 分别率达到了3840×2400 这块屏幕最大的亮点就是亮 屏幕中心最大亮度可以达到足足876nit 支持HDR400和杜比视界 开启后最高亮度885nit 比不少OLED大屏的局部激发亮度还高 这一次真的是中午在太阳下面办公也毫无压力了 屏幕支持冷切换独显之连 但是开启之后屏幕的亮度无法调整 考虑到工作站的属性以及这个恐怖的亮度 日常使用我建议开启混合模式 屏幕为全亮度DC调光 屏幕色域容积为106.3%的DCI-P3 色域覆盖98.8%的DCI-P3 色准方面 P16-2遇到了和今年其他联想笔记本一样的色彩管理问题 开启内置的艾瑟力校准之后 色准反而因为过度缩线变差 默认不加载校准的情况下 反而把平均Delta-E都控制在了0.6附近 最大Delta-E没有一个丑管 色准非常好 SRGB下色温拟合6800K 对比度1395-1也非常好 响应时间方面 因为是60Hz的屏幕 黑白23.74ms 灰阶36ms 响应速度也算正常 看完了外观外摄 我们来看看如此身躯之内蕴含的能量 处理器是24核32线程的i9-13980HX 应该是13代上最强的CPU了 基础频率4.0GHz 锐频能够到5.6GHz 在这台工作站上 R23单核心分数1975分 融合循环第一轮可以达到26079分 随后逐渐下滑 并且伴随着一定幅度的波动 大致落在22000分左右 观察运行状态 一开始功耗125W左右 核心温度96度撞强 两轮后出现衰减 稳定功耗90W 核心温度83度上下 这个成绩确实不如游戏本 但是对比之前测试的其他移动工作站 属实是碾压级别的了 显卡性能方面 RTX5000ADA参数上是笔记本端最顶级的存在了 也是移动工作站的历生之本 适用于影视后期 游戏设计、模型渲染、深度学习、AI人工智能、云计算 这些领域相信大家都熟悉的 确实是价格不敏感人群 RTX5000ADA拥有9728个QDA、256bit的16GB显存 增加了ECC纠错功能和NVIDIA Studio专业驱动 由于机器更注重稳定性和常识运行 所以最大功耗被设定在了130W Timespy显卡分数17337分 FSE2241分 Superposition教室10701分 虽然比不过那些个凶残的游戏本 但是AD103大核心的底子在这 拿捏2K满画质的游戏还是轻轻松松的 工作至于想放松放松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在不太依赖驱动专门优化的Adobe 3000套里 PS1111分、PR1052分、AE1141分 P16-2对比功耗释放更激进的游戏本 也没有表现出优势 不过到了更贴合移动工作站本质的Spec View当中 背负Quadro之名的RTX5000 ADA就立刻大显神威了 130W功耗下仅仅在3DS Max和Maya 这两个不吃专业卡优化的子项当中略弱 其他的项目全部超越了移动端的4090 面对这些工作 专业卡有特殊的优势 向软件开发商配合专业驱动进行优化 能在完成一些复杂程度高 时间较长的任务时更加顺畅 专业驱动对OpenGL 单精度和多精度的浮点运算 有着更好的调度设置 尤其是西门子NX软件遥遥领先 翻了16倍还多 如果有这方面的使用需要 没有对应优化的游戏本就很难胜任 这些都是7×24小时的必备条件 除此之外 在大热门的AI绘图软件Stable Diffusion当中 RTX5000 ADA也有优势 在同样的绘图参数下 175W满功耗的4090耗时1分钟33秒 而130W的RTX5000 ADA则耗时1分钟17秒 效率要高一些 不仅如此 RTX5000 ADA在驱动内还可以开启显存ECC 在稳定程度上更胜一筹 能够自动纠错防止爆错 搭配内存上的ECC真的是稳定性和专业性拉满 通过更专业的驱动和实际场景需求的出发 独占了NVIDIA在专业领域的绝对领先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NVIDIA炉火纯青的实力 接下来是拆机展示部分 这台电脑的拆解难度略大 不过流程很清晰 而且地面盖板打开就可以直接扩容内存和硬盘了 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拆机 地面所有螺丝都是防丢设计 拧松之后就可以打开了 内部构造相当恐怖有力 下方的电池为5排线的直插设计 容量是94Wh 中够负载脚本的续航时间为3小时34分钟 是今年HX笔记本的正常水平 上方的内存和硬盘位为预留空置 原装的则是安装在了另一面 想要拆解的话需要先移除散热 此时就可以看到显卡是可拆卸的MXM设计 维护和更换都很便利 但是版型是联想独家 因此只能够更换ThinkPad自家的其他型号 拆下显卡之后需要翻展到C面 下下键盘 移除主板背面的排线 这个设计虽然繁琐了一些 但是独立可更换的键盘降低了维护成本 不需要连C面整个更换 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主板背面了 原装一对32GB海力士5600MHz内存 但因为4插槽的限制 运行在了4000MHz 性能如图 硬盘原装2TB的海力士PC801 性能如图 合计4内存插槽 双硬盘位 扩展性非常强 最高可以支持到192GB加上8TB 而且主板还预留了数据模块的接口 应该可以选配或者后期继续加装 而在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防滚架设计 这是它能够通过12项恶劣环境测试和26项军标的重要原因 也是对移动工作站这一产品对比游戏本的独特优势 防滚架采用了梅铝合金AZ-91D 这个结构的设计思路应该是借近了F1方程式赛车越野车的防滚架 颠簸 碰撞 撞击的时候能够更好地保护机身 回到机身内部 网卡是板载的AX211 支持WiFi 6E 稳定性实测如图 散热方面 处理器和显卡各自拥有一块巨大的VC军热板 通过四根粗状的热管连接齐片 两颗核心的散热相对独立 并没有做串联 风扇一大一小 直径和厚度都很可观 Stress FPU当中 处理器功耗出现了和R2430一样的波动 在70-85W之间徘徊 核心温度90度 大核频率2.8-3.2GHz 小核频率2.8-2.9GHz 单烤显卡则稳定在130W最大功耗 核心温度80.1度 双烤则为55加115W 核集170W CPU88度左右 显卡83度上下 此时表面最高温50.9摄氏度 出现在键盘中部 键帽区域平均42度 万拖也有35度左右 软明温度的控制比较一般 满载时噪音55.4分贝 整体散热水平接近主流价位的游戏本 这可能是因为只有尾部出风 起片的面积相对受限 再加上内部空间让位于可拆卸显卡以及扩展性 导致厚度的优势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于这台电脑的表现也一定的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预缺点 勾各位参考 ThinkPad P系列一直是ThinkPad旗下最坚固最稳定的系列 ThinkPad P系列的P40 Yoga P15都是上过中国航空空间站的 在外太空作为工作机质量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嘛 而P16-2作为ThinkPad的性能旗舰 在硬件配置上确实已经做到了一览众三小 4X槽双盘位的扩展性再加上快装版的设计也深得我心 再加上显卡可更换以及键盘可独立拆卸 对于后续维护和升级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在以集成化轻薄化为大方向的今天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ThinkPad一直以来备受认可的高气声强度 恶劣环境适用性就更不用多说了 但是接口扩展性普普通通 RJ45网口的缺席以及散热的瓶颈 又会让用户觉得有些白爪挠心 虽然雷电接口提供了丰富的扩展可能性 但是作为一台厚度和重量 看其实轻寸的重型工作站 必要的接口还需要靠外接来扩展 这有些不太应该了 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优化内部的空间利用 或许能够为使用它的一线工作者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后一期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的帮助电灯小白 支持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